各式香料入锅 奔腾大火 立刻串上天际 轻松丢入大把芹菜 即可抛甩 香气猛烈喷发 紧接着烫熟的烘鱼块接手 老板勾上微微薄茜 以巧劲不断甩动锅子 让咸香酱汁 巴附在肉块上 鸟鸟升起的热气 让香气弥漫室内 厚实鱼肉 口感大快Q弹 丰富胶质 是女性的新头好 味料咸鲜 秤泊自然味 还有新鲜鰻鱼 果粉油炸 面红与金黄交错 攻占眼球 外皮酥 内里却是鲜嫩多汁 还能吃到红糟独特香气 多种鱼的不同吃法 展现出老板的烹调技术 头型特殊的马头鱼直挺挺立在油锅中 老板一手夹猪鱼身 另一手不断浇淋热油 确保整尾鱼炸足炸熟 淋上特制咸甜酱汁 发出悦耳的紫紫声响 经过精细分切的刀工 让整尾鱼耸立在盘中 仿佛就像在大海中悠游 鱼肉细致鲜美甜嫩 与酥脆外皮形成完美对比 外头浓郁微甜的五味酱 替鱼肉增加更多滋味 堪称是发烦神器 当然招牌鲨鱼烟也不能少 传承至爸爸的古早味 是数十年来不变的味道 老板黄志伟在店里长大 从念书的时候就得帮忙 但整整让他愿意回家接班 是因为爸妈出了车祸 让餐厅一停业就超过半年 我爸爸就是看这个生意 他也是要来帮忙要来帮忙 所以他车祸的那个角断料 开了六四刀 就是再来帮忙 然后骨头又跑掉又开又开这样子 就是这个生意 他不可能说在那边看你们做 稍微好一点他就起来帮忙 就是舍不得爸爸太操劳 黄志伟全心投入餐厅经营 幸好从小扎下的稳固基础 让他能够无缝接轨 但却也就此牺牲了家庭生活 这个行业真的是很累 而且都没有时间 没有什么年假过年期间 假日完全都没有休息 人家在休息我们更要做 已经剥夺了大部分的生活的时间 没有假日工时又长 偶尔能休息一天充充店 就已经是很奢侈的享受 再加上不少海鲜食材 都得要黄志伟亲自挑选 像是招牌海鲜粥里头的螃蟹 就是其中之一 热腾腾砂锅 挤满海鲜大军 丰富鲜滋味完美入侵 鹅辣肥美饱满虾子大支Q弹 螃蟹肉细致绵密 每一口都能尝尽浓浓海味 黄志伟将辛苦化作调味剂 在料理中为家幸福 而客人满足又开心的笑脸 又成为支撑他继续打拼的远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